中国女排在2023年拿下世界联赛的亚军之后,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奥运资格赛上,提前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了。 朱婷目前是否回归人物定论,冲击奥运门票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李盈莹、王云露这两个人很关键。 中国女排奥运资格赛程,9天打7场比赛,中间仅休息两天,李盈莹体能是考验。 女排奥运资格赛将于9月16日开打到24日结束,9天的时间里要打7场比赛,仅在18日、21日休整两天。 由于是在浙江宁波举办,中国女排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赛,比赛时间上全部安排在晚上黄金时间,对球迷观赛也非常友好。 2023年9月16日19点30分,中国vs乌克兰。 2023年9月17日19点30分,中国vs墨西哥。 2023年9月19日19点30分,中国vs捷克。 2023年9月20日19点30分,中国vs加拿大。 2023年9月22日19点30分,中国vs荷兰。 2023年9月23日19点30分,中国vs多米尼加。 2023年9月24日19点30分,中国vs塞尔维亚。 与世界联赛相比,奥运资格赛的赛程更加紧密,世界联赛的赛程长达一个多月,可是在时间安排上,分战赛要间隔一周以上的时间,李茵茵等主力还是有一个休息的过程。 然而,奥运资格赛几乎就是每天打一场,没有调整的空间,好在中国女排的对手是由弱到强,让我们能够逐渐适应比赛强度。 眼下蔡斌虽然推行的是整体打法,但是李茵茵在这七场比赛里的扣球成功率,是中国女排能否锁定小组前二,拿到巴黎奥运门票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今年世界联赛,李茵茵在对轰博斯科维奇、斯蒂夏克这些欧洲强力接应上,她的扣球成功率并不低于对手。 李茵茵这个点能够强势发挥,中国女排至少在强攻上不至于太吃亏。 李茵茵的扣球时速、力量以及手法不成问题,基本上已经躋身世界一流攻守行列,奥运资格赛对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体能。 一传到位,我们可以打多点开花,王媛媛、袁芯月、龚翔宇都可以靠抢速度来下手得分。 一旦一传不到位,那打调整强攻中国女排实际上,就李茵茵一个人能下球。 因此,奥运资格赛李茵茵的体能储备很关键。 在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上,还是要争取3比0内结束战斗,保存体能。 凋零宇的传球已很有默契,王媛媛、袁芯月、龚翔宇没有太大问题,王媛路仍是最大短板。 很多球迷仍在担心凋零宇的传球稳定性问题,其实这个问题,凋零宇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了。 今年世界联赛,凋零宇进步最大的地方在于,一次攻的传球精准度,稳定性大大增加。 一传到位后,组织一次攻时,凋零宇的拉开速度非常快,与王媛媛三号位快球的配合相当默契。 凋零宇的问题是,在多板攻,来回球反击环节,他的传球质量不是很高。 由于防守反击过程中,起球质量有高有低,再加上凋零宇反击球仍在追求速度,他的传球稳定性就会出现起伏。 这个起伏是必然的,你追求速度,必然会丧失一定的稳定性。 把速度降下来,球传稳传漫传高,那王媛媛,龚翔宇没有速度,直接打强攻的话,那更是要被拦死了。 奥运资格赛前,女排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通过这段时间的集训,凋零宇与攻守的默契性仍然还会增加。 王媛媛,袁新月,龚翔宇到位球,扣球成功率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拳队现在最大的短板还是在王云露这里,王云露的一传基本上过关,但是他的进攻如果再严重卡文的话,我们对阵塞尔维亚,多米尼加并没有胜算。 加拿大,荷兰也具备一定的冲击力,奥运资格赛事关奥运门票,各队肯定会进派前主力死拼的,对抗强度也要高于世界联赛。 如果王云露这一点进攻不下球,甚至是失误送分,那中国女排不到位球,又会出现李盈盈一点攻的状况。 如果说朱婷能够回归,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。 纵然有万伤在身,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朱婷在斯坎迪奇的比赛,后半段他的扣球还是很有力量的。 就怕朱婷一旦不回归,那王云露在前排强攻是否下球。 这是中国女排能否拿到小组前二的一个关键了。 我个人觉得奥运资格赛,还是要看李盈盈的体能,外加王云露进攻是否能下球。 刁李宇的传球稳定性,默契性已经大有提升了,就是冯昆在黄金一代的快变体系里,也有传出倒三角的情况。 要求二传每一个球都传得尽善尽美,那是不可能的。 关键因素还是看王云露这一点,最要命的是王云露的替补众会,杜青青两个人进攻,还不如王云露。 大家怎么看中国女排打奥运资格赛,哪些环节是最关键的呢?